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10月11日 瑞典文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 中国大陆的本土作家莫言 消息传来立刻引起一片热烈的反响 但同时莫言的作协副主席的身份 他的写作风格 中共高调的对他的肯定 以及他的名字都成为人们的关注的热点 也是争利的焦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段背景的短片 2012年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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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 中国山东乡土作家莫言 凭借作品《挖》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一消息瞬间让大陆论坛和海外华人沸腾 不过在对莫言获奖的祝贺声中 也夹杂着抗议和讽刺 许多来自中国的批评说 莫言同体制过于紧密 不应该得诺贝尔奖 莫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 因此有人说 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 只敢进行体制内的批评 有网友甚至直指莫言 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共产党员 而曾经当过记者的大陆作家铁流则历称莫言 我表示支持 我表示赞赏 我罗关其成 那莫言的分享是挖 挖写的计划声用 这样的作品如果在50年代就大足吵了 如果他这个作品是什么《沟公送的》啊 《大乘战锅》啊 宣唱红声啊 那么这个奖不该得 莫贝尔就犯错了 有关对莫言的评论 除了曾经参与抄写毛泽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 随中共作家代表团 集体退场的一段旧文 也成为外界批评的焦点之一 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中 遭到中共作家代表团 退场抗议的海外异议作家 流亡诗人贝领 向新唐人记者 披露了当时一段 不为人知的内幕 他退的是我和戴琴的场 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就很简单 他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 邀请出来的 我是中国代表团的议员 我就当然只能够 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 他说了一个大实话嘛 那么莫言究竟是一位 怎样的作家 这里就是莫言出生和成长的山东高密东北乡 莫言原名管磨叶 在写第一本小说时 起了笔名莫言 警惕说话直率的自己 要少说话 以免惹麻烦 今年57岁的莫言 因文革而辍学 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当兵 1981年开始创作小说 他的作品充满着 怀乡和怨乡的复杂情感 这跟他的成长经历 有很大的关系 莫言堪称量产作家 长篇小说11部 中短篇小说100多部 其中根据他的小说 改编的电影《红高粱》 夺下柏林影展金雄奖 奠定了莫言 在文坛中的地位 成为中国当代 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没东西吃 是莫言抹不去的诱食记忆 幽默是让自己 活下去的方式 莫言曾说 体认到自己 最大弱点是懦弱 懦弱会让人 不敢坚持真理 2009年的作品 挖挑战大陆的 一胎化政策 深入地控诉计划生育 对中国人的残酷残害 30年的文坛生涯 莫言也常深陷争议的漩涡 他的作品被认为是 游走在中共包容 和政治寂静的钢索上 莫言两个字 其实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 也就是中国政治浅如现状的 一个很真实的写照 莫言得奖的话 对中国来讲 对给普通人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说 你其实可以跟这个专制政权 作为他的帮凶 那你只要文学性上 有足够的贡献 你就有可能得到 国际最高奖项 这在道德意义上 和他本身的政治意义上 我想都会造成一个 深重的灾难和后果 相对于外界对他的高调庆祝或质疑 莫言反应则比较平淡 这位曾经笑称 自己写作只是为了一天三顿 都能吃上饺子的作家表示 感谢朋友们对他的肯定 也感谢朋友们对他的批评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是否实至名归 怎么会在海内外 引发这么大的争论呢 中共高调对他的肯定 又是为什么 莫言获奖对于中国未来的文学领域 甚至是中国文化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今天接下来这一小时的节目时间里 我们将邀请现场的嘉宾 跟我们共同关注 莫言获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今天的两位嘉宾是资深评论员杰森博士 杰森你好 你好 另一位是资深评论员朱学叶博士 谢谢你好 谢谢你好 我们知道刚刚上个星期传来 这个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件事情实际上作为中国人来讲 是很高兴的 这是中国籍的作家第一次获奖 但是这两天网上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 可以说是排山倒海的 汹涌澎湃的 大家非常多的话来讲 不仅仅是高兴了 更多的是一些争议 您二位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是怎么一个想法 我很奇怪 就是说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一直认为文学跟思想是紧密结合的 就是说只有文笔没有思想 其实就是不能把它放在伟大这个层次 莫言事实上是中共体制内的人 就是他事实上他写的东西 完全是按中共的这个 就是标准的直到现在走的 虽然刚才这个铁流说起来说 莫言这个挖不是讲计划生育的 但他挖是09年出来的 09年什么时候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 在最近这几年里头 中共自己也在讨论这个话题 所以说他虽然写的是计划生育 其实他还是没 就是按照中共目前允许的这个范围 在做 他完全是在中共开始讨论计划生育的时候 他在反思计划生育 整个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而他本身是体制内的人 是党员 整个我能看到的 就是感觉上 就是说呢 这个奖拿到了以后呢 也许 就是我同意那个记者的说法 就是也许对于这个中国的文坛 传递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信息 因为中共非常高调的说 就是说这是一个指向 这是一个价值 一个肯定 一个认可 那么某种上讲 确实实是我担心 中国未来的这个文学 会因为他得奖 给中共一个口试 中共可以因此而说 在我的文学监控下 在我的监管制度下 同样可以出世界认可的这个文学大师 所以说呢 我的监管是没有控制中国的这个经济 所以说你听到莫言获奖的消息 你更多的是担忧 我是担忧 那么您呢 对 我是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惊讶 我觉得当年那个像高行健这样的这个作家 流亡海外 这个被授予诺伯尔奖 我还可以理解 就是说世界对中国 它一定有自己的一定的看法 文学院 那一点文学院 它授予这个文学奖 它一定也有自己的考量 所以当时受到中共的攻击 这个是很严重的 但是这一次呢 授予这个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以这样一个身份的作家获奖 给我感觉到 好像这个瑞典文学院 这个诺伯尔奖委员会 其实不自觉的 实际上是在替中共站台 我们从中共这个自己高调的赞扬 这样的一个奖项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中共所特别需要 就是这么多年了 这个没有一个本土作家获奖 这让中共还不自觉的 就会感觉到受到世界的 这个就是一个低看了 就是你看你这个控制的中国文化 中国这么多的人口没有获奖 现在还终于来了 那么这样中共就显得 这个喜新女色了 所以那个人民网发表的 那个评论 那个新闻稿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这恰恰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给人们反思一下 这样的一个奖项 它依据的是什么 作为普通百姓来讲 这就是国际大奖 那边讲的就是世界上都认可了 但是我们就要仔细想一下 其实会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同样一个委员会 12年前是那样的一个态度 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同样的一个中共 12年前是那样一个态度 今天是这样一个态度 那么我看到有一些评论 我觉得很中肯 就是这只能说明这几个评委 对这样一个作家的作品 表示赞赏 它能不能代表整个社会 整个国际社会 一个全世界好像文学爱好者 或者说是普通的百姓 对于这样的作品 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文学的顶峰 是不是值得人们去遵从 去跟随 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杰森刚才讲的 表述了很大的担忧 我觉得有同感 你们二位对此 都是感到担忧和惊讶 但是我们就说 他这个文学奖 是说是受给这部 因为以挖这部作品 为一个代表的了 那么有人就说挖 因为是讲的是山东的地方的 计划生育的一些事情 有人就说计划生育的问题 山东的计划生育 把这个陈光诚 送到了这个国际的这个舞台上 这次又把墨岩 又送到了这个文学的这个殿堂上 是不是因为这个计划生育 这件事情本身在国际上 就是说反对的声音非常大 是这个原因才使得 还是说它真的是 作品本身有很高的这种价值呢 就是说从文学的角度上 从文字写字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中国文坛确实是能 产量像墨岩这么高 就是获得这个国内外的奖 像墨岩这么多的 确实不多 所以说从写字文学这个角度上说 确实它是有它的这个独到之处的 但是就是挖这个题材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偶合点 因为国际上确实是 国际上的标准是对于打胎 对于这个流程 打胎问题 这是个罪恶的 这是一个国际上 一个巨大的一个争论的话题 因为国际上就是很多人相信 就是说你就是杀人 这就是完全一个杀人 特别有宗教信仰的人 很难接受 对 那么呢 而这个 就是中共的话呢 过去几十年 都是严格执行这个政策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头 因为中国人口的问题 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 他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 但是国际上没有意识到这个点 他认为了这是中国 还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这个禁忌的话题 而莫言就恰恰卡住了这个时间段 就是呢 写了一个呢 国际上呢 很关注的问题 认为是中国一个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而又写 又不触犯中共 又不触犯中共 那么挖这个话题 本身就是走了这么一个巧妙的一个路线 使得呢 莫言一下子被国内国外都接受了 对 我觉得在中 我看到一个龙印台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像在中共这样一个体制之下 那么像莫言这样的作家 能够走出自己的路 他觉得好像是很不容易 我觉得能从这个 他的获奖作品 我看到他的有一些 还有一些其他作品 能感觉得到 那么他实际上 就是依这个农村生长出来的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看问题呢 自然就是很容易看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最这个民俗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这些东西呢 他要如果和这个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他很容易碰到一个中共的底线 就是说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如果问下去的话 就会有问题 但是你去描述这个问题本身 那是客观存在的 对 一个客观存在 你说啊 这个人怎么这个人性泯灭 那个人很凶残 这个都是可以直接去描述 这是一个社会一个直白的现实 但是现实它的声称的原因 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建树的这个文字工作者 或者说是文学家 那么他必须要面对 否则的话你给人们的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现实 你把这个问题交给读者去判断的话 那么你作为一个作家 我觉得这个责任好像没有尽到 对实际上这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觉 我读他的作品 你会感觉到呢 就是说呢 他有文字上的精彩 但是没有思想上的深化 他有对现实深刻细致的细腻的描述 但是没有跳出这个现实 给你一个更高视野的这样的一个底蕴 所以说你某种上讲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他实实在在的就是说呢 就是仍迎合一方面文学这个爱好者 那种对于文学本身的这种技术上的追求 很多技巧写作的方式风格都是很新颖的 而另一方面的话呢 他又完全不触犯中共的底线 因为他没有任何一点 就是说触及这个社会问题的本质 他描述了一系列 比如说挖这个那个他的姑姑 一路上堕胎 因为堕胎杀了很多女的各方面 方面他没有讲这个政策 为什么这是最后发生的 他只是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斗争 这是某种上讲就是说呢 把这个世界的本质没有接出来 没接出来以后呢 事实上中共就觉得跟他就没有关系 所以说他就走了一条非常完美的一个 文学和妥协之间的一个道路 跟现实生活也就是说 有一些一定程度的这个切割分离 但是呢这个从文学院的这个评语来讲 为什么给他呢 他其中我进行中有一句话 他就是说他这是把这个传统和现实 对他的原话是说 莫言通过结合虚幻于现实 结合乡土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 把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合去展现出来了 我的感觉 是不是真的他只是说展现而已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你从这个 就是我说从那个具体的事实的细节的描述来讲 确实是有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有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情 有他自己魔幻出来的这些事情 也有这个传说中这种荒诞的故事在里面 可是这些东西他凑在一起的话呢 你就会让人感觉 哦 这就是问题的本身 那其实呢 他是把这个问题的本质呢 其实在这种细节的描述中就掩盖下来了 他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啊 中共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 就是说你从他的这个作品里面 我比如说举例叫这个风鲁肥腾这一本 这个很受争议的作品 你有看这本作 他就是说他把这个人性中啊 其实是千古 就是说自古以来人们都谴责 都不屑一顾的 或者千夫所指的那种肮脏的事情呢 把他这个当初一个 读下来你会觉得是一个普遍现象 是这个人很自然而然的一种本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给人感觉好像这一传统的东西 还真是很黑暗的 还真是不够这个高尚 那么这样就是 我觉得是在中共过去 这个诋毁传统文化的时候 也就是这么一个路子 就是历史上一切都是罪恶 那么现在才是最美好的 其实我觉得啊 我是农村长大的 我在这个真正要去独立思考之前 我就看到世界是一片黑暗的 因为到时都不好嘛 对吧 但是你真的要独立思考的话 你再看回看历史 看人性这个光明的一面 历史上这个文化中 这个正向的积极的正确正统的这一面 它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社会有多个角度 你把一个角度拿出来 当作整个这个文化的 这一个表现的话 那么对人们的误导 那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我觉得文学院的这个评语呢 很可能在很大成分上 会给人一个误解 以为这就是传统 它表现的就是传统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呢 就是说比较符合西方人 对中国人的这种印象 所以才发生这样 对 实际上很多人 确实是这么一个评论 就是说呢 因为大红高 就是红高梁 这个电影呢 是整个把西方看中国 就真实地接受 其中文电影的第一部 那么呢 这部电影就铺垫了 对中国这种粗俗文 概念的一个 最明显的一个底蕴 那么呢 他的作品 一直都是延续这个路子在走 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 他的 中国人粗俗 国际上对中国人 粗俗文化这样的一个认可 所以是比较丑化中国人的 他们认为你是在真实地 展现中国的现实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新唐人电视台的热点互动 热线直播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您还可以通过SkypeRDHD2008 跟我们语音和文字互动 那么中国大陆的朋友呢 您可以拨打免费电话 400-670-1668 然后再拨899-1160-297 您还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无需翻墙 直接收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 那么爱博电视的获取方式呢 您可以通过动态 或者是无界翻墙软件 登陆www.ippotv.com下载 同时呢 您还可以通过海外的电子邮箱 像Gmail或者是Hotmail 给ippotv2011atgmail.com 发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的主题是1234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版本的爱博电视 您还可以拨打电话是832-551-5015 随时收听新唐人电视台的24小时的节目 那么电话号码是832-551-5015 好 我们接着刚才的讨论 那就是莫言这次获奖之后呢 可能在这之前很多人 都大部分中国人可能对他的作品 除非是文学领域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 但是这一次一获奖了之后呢 很多人都去看看 他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可以在国际上获这么大的奖 反而会引导很多人去看他的东西 听说现在网上都卖断货了 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要是真的看他的东西的话呢 我发现特别是最近 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文坛对他的作品 特别04年以后的作品 有很多评论 就是中间有一些杂志上也说了 他这个04以后走了一条非常魅俗的一个道路 魅俗就是说呢 他的作品里头 就是整个对于反映社会的话 突出反映这个就是阴暗面 阴暗面 就是把阴暗面作为主流在反映 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 对于这个他所说的人性 他说我写的是人性 但是呢他的人性的定义 往往是人的魔性里面的定义 就是好像就是这个性的方面的描述 比较色情暴力性 对就是超出比例的多 就是整个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你我自己的感觉 而且特别让我担心的是 最近已经在讨论说 可能要把他早期的一些作品 录入到这个中学生的选读课本里头 那么就是说呢 本身来说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作品 最近也是 阴暗紫围都卖脱销了 那么呢我感觉呢 就是说呢 他他的作品不可能对社会有 就是非常正面的作用 因为他给人看到的是 这个整个中国这个历史上 人性最阴暗最阴晦的一个角度 那么呢 如果大量的人去读他的书 甚至中学生 虽然选读的文章 不一定是那个文章 是他早期的一个 相对来说还单纯一点的文章 但是呢 并这个名字放在了小孩的脑子里头 这个小孩再去读他其他的书的时候呢 对社会的整个这个 道德层面的影响 不会特别高 因为我自己有非常明确的概念 就是说呢 在我十几岁 甚至上大学初期的年纪 一些长篇小说 对我的个性的塑造 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就是会有自主的就被影响了 就比如说 早期这个平凡的世界 对我对人生的吃苦奋斗 年轻人要吃苦 等等这样的概念 让我立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 我认为相当来是正面的 但是后来比如说 王硕那种流氓文学 实际上不由其妙地 把我的语言行为 带入的那个方式里头 所以说呢 文学你不能说 我只是一个文学 我就是说 就是为了表达我自己的想法 你得要有一个 对社会负责的这种角度来 如果说文学 是跟政治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说法咱们还可以商榷 但是他对一个文化 对一个社会整体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是从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一定你不能 说你写的东西 不考虑它对社会影响 对我觉得 我们说所谓文 现在好像把文学 就当成文字的一种游戏一样 很多人这么看 其实我们恢复 这个历史人类的文化 这个文学本身 在这个现代这个传媒出来之前 它几乎是这个人类文化 最主要的这个媒介 这个传多的一个方式 但是现在呢 虽然它的作用 不像历史上那么重 但是我们可以看 可以期待 一个真正的 对社会有贡献的文学家 他一定是有责任 有道义 道德高尚 受人尊重 而不是说 仅仅是被人吹捧 我觉得像我们传统文化里边的 这个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 这个文人学士的这种 铁尖丹道义等等 这些真正传统文化的 这个价值 我觉得在现代 我觉得在这个 莫言的作品里面 我们没有看不到 就是说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想象 如果把这个当作中国当代 现代文化的一个方向 一个代表的话 那么再过些年头 可能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在中共几十年破坏之后 就更加看不到 而且我觉得这个 从中共对它的战词来讲 也真是使中共在这个 现在这个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于中国的这种现实 人们有很多不满的情况下 那么这样一步 号称表现了当代 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 这么一个作品 得到国际上承认了 而且获奖了 那么这样很自然的 就会被中共拿来说 那么中国的现实 你看还是可以被 这个国际社会来说接受 所以这个对以后的 这个下一代的影响 甚至于对现在 正在学习的这个学生 那么这种方向性的引导 那就是我觉得 真的令人担忧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 纽约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主持人你好 请讲 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啊 他为什么会得奖 因为他自己是核武类 那么当然他内心 对共产党是没有好感 他外表不敢得罪共产党 所以他写的东西 都是暗中才讽刺 不是直接的批评 是暗中才讽刺 从他这一次召开记者会 他讲了一个故事 就证明了他是在暗中 在封止共产党 讲什么呢 他讲他在十几岁 度中学的时候 那个正是文革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民党啊 在台湾的国民党啊 有船单 回到大陆去 他们山东远海 都捡到这个船单 捡到船单的人 要交上去 他有 他也不小心捡到一个船单 他那个船单一看 哎哟 那个银刷 赢得真是漂亮 那个纸张漂亮 当时在大陆啊 就是官方的纸张 都没有那么漂亮 银刷赢得的 也是非常的精美 纸张也非常漂亮 他在那个时候的宣传 说台湾没有饭吃 老百姓天天饿死人 他心里想 为什么会那么漂亮的纸张 那么好的银刷 怎么人会饿死呢 所以他们就就晓得了 共产党的 共产党的说假话 所以他们就讲 原来台湾会饿死那么多人 他们把钱 那就做银刷了 那就做这个宣传了 不给人民吃饭 这就是暗中的封吃共产党 好的 谢谢王先生的观点 对 这个王先生讲到这个讽刺 也有人说 就是说这次诺贝尔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呢 受奖给他 说也是在下一盘大棋 也是有一种反讽的 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觉得真的有这种阴谋论吗 我都不觉得那个诺贝尔委员会 他有这么复杂的想法 西方人现在的想法简单一点 而且特别是做文学 他可能是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事 甚至都不对中国社会 这种政治因素都不是很明白的 那么呢 当然确实是展现出来一个讽刺的现实 12年前那个高权剑得奖的时候 哇 那个把那个诺贝尔评论委员会骂的 简直是反红色政权的阵营 对 一贯反对中国人民 这个敌视 敌视中国人民 就是说呢 已经是骂成一团狗屎了 那么此时此刻呢 就是说呢 说是这个就是说是 是个肯定 这个证明 是一个新的起点的开始 甚至说是这个 这个就是整个 就说又放在很高的一个位置上 就是整个你就是明显的看到 确实像中共表演了一个 很丑的一个戏 就是说呢 是完全颠覆 全是就是人类的逻辑 那个一个东西 它可以根据对我合适的 以我为标准 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就是王先生 刚才自己谈到说 说是实际上他明白 但是他只是暗讽中共 我倒对这个观点 我有点保留态度 因为啥呢 我觉得呢 我承认他明白 他对什么呢 这个人非常聪明 他看问题犯的很透彻 但是呢 他并没有真正的暗讽中共 他是按中共的意志在走 那是不是说 他通过对这些黑暗面的 这种描述 让你去思考呢 没有 没有 就是说你看完他的书以后呢 你没有对社会这种根本 这种人苦的这个原因的 本质有认识 你落在了人性的丑恶 这个角度上 就是你至少 就是我读完所有这些书 我都是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呢 人丑 可以就是说 各种各样的乱事 都可以随便乱做等等 就是说这都是人性的最根本的表现 这个过程我觉得呢 实际上给我自己留下了一个印象 就是说呢 这种就是这个社会本身 人性就是这个仇恶 你整个作斗性 没有真正的 是非标准 历史的道德标准 对 我觉得我看他那个作品里边 我非常同意杰森的观点 就是说你看完以后你不会反思 因为他在最需要反思的情节上 他一笔带过 因为那会触动中共的底线 对 甚至于对传统的这个反思 他也是这样一个好像很容易略过去 比如说一个这个这个疯主飞腿的故事里面 讲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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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主人公的姐姐 两三个姐姐就跟别人失奔了 在那种很传统的年代 那是一个只是天大的耻辱了 但是呢 在写的过程中 你发现那个主人公 那个当事人并没有觉得有压力 觉得就这样了 对吧 你妈妈不要管我了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个妈妈就是 一方面说很丢人 一方面还正常生活 没有觉得生活有什么任何的压力 甚至最后还转变说 有这样的女婿还挺不错的 可以多吃点 多蘸一点 好像生活还可以安一点 早知道这样 好像不用当时那么样的 好像很反对 就是给人的感觉 这个是挺好的 所以真正该反思的地方 没看到反思 这是我看的作品 可是他描写的作品当中 这么多的都是描写这种阴暗面 而且又不想继续去深挖 这个阴暗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不能描写 这个社会的光明的一面 人性好的一面 这跟他的少年的经历 是有组织的关系的 人一生的思想奠定 是跟年轻时代的经历 是息息相关的 实际上本身来说的 到他自己 你要看他哥哥对他的回忆 他是吃了很多苦的 而且这个苦主要是来自于 中共的政策 比如说他整个 他亲眼看到他们村 饿死多少人 所谓的中共叫三年自然灾害 我们叫做三年惨绝人寰的那种社会现实 而这个完全是大妖精等等 这一系列政策决定 他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 而且他实际上是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说呢 模仿别人造反派 跟老师说话 是被他开除了 十几岁 他说他在放牛 是因为他被学校开除了 那个实际上是对他人生 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 为什么他后来把自己叫莫严呢 就是那个在十几岁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已经跟他上了一课 就是说呢 你针对这个权力去说不的时候呢 你就会被命运被放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那么自此决定了他的一生 几乎就是说呢 面对权贵 他是顺着走的 但是于此同时的话呢 他是有一个思想活跃的人 他又有能力去写出一些 就是呢 文学水平比较高的东西 就是他决定他后面一生 这个文学的走向 就是针对跟所有的权贵妥协 同时的话呢 按照自己这个文学的技巧上在运作 对 我觉得这个近些年来 好像有一种所谓的权儒主义 又有一些所谓自由作家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 两个好像很矛盾 但是我觉得在莫严的身上 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影子 就是说虽然他有自己对社会 应该说很这个仔细的这种 很细节的这种观察 应该说作为一个作家来讲 作为这个一个精神产品的制造者 他应该可以有能力 去反思这些背后的原因 但是呢 就像先生讲 他又没有去在这方面 真的就展现出在他的 可能有思想可能没思想 但是没有展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他已经是对中共的 这种容忍的程度 非常了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他用幽默 来所谓用幽默来表现 他的一些想法 这实际上已经是符合了 中共维持政权 或者破坏这个传统 在这些方面的一些 基本的框框 也就是你符合他的要求了 所以中共也能容忍他 他也能够用他的方式来表现 这恰恰我觉得呢 是从传统的观念来看 是中国人历史上 知识分子所最不愿为的 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直书胸义 要这个表达自己的思想 那么这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 所必须具备的 所以这也是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 引起这么大争议的一个原因吧 那好我们再来接听 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是上海的彭先生 彭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老师好主持人好 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讲 我有个两点看法 第一点首先是文学讲 它首先不是政治讲 大家应该想的文学和科学 应该都是为人类服务 一个人类的文化文明 还有改善人类的生活 当然了第二点是 中国的院士什么科技进步讲 多数研究都是为党服务的 比如说设计什么航天器 什么那个地下雷达武器 那些东西 那肯定就不用说了 再一个就是 中国的发明创造 如果是为党服务 肯定就有油水 如果是为人民服务 也不正确 也没有人愿意去做 我想什么样的自然 什么样的人文 造就什么样的人吧 就是这现实的社会 也就是造就什么样的科学家 什么样的文学家 我想请两位老师做一个分析 好的 谢谢彭先生的电话 我们再来接听加拿大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请这样 您好 我谈一下 我觉得现在就是那个一些中共喉舌 就因为莫言得奖而说 就是那个现在诺贝尔奖回归文学了 我觉得这种话非常非常可笑的 难道高兴建那个时候就不是文学 是否是不是回归文学 恐怕是诺贝尔和平奖那些评委的发源的权威 要比那个共产党的猴舌 或者五毛党要高得多得多 这是第一点 因为我觉得就是 如果没有看过 完整地看过莫言作品的人 不要轻易地就 就因为莫言那些轻共的言行 而否定莫言在文学上面 一种对共产党的反抗 我认为是这样 我看过莫言所有的作品 包括它早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早期的运良大道一个短片 就是模仿的南方高速公路 后面它那些所谓拉美的魔幻主义 但它在文学上 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纸上面的一个把汉文去提高 这是它没有的 它只不过是把那个拉美的魔幻主义 跟中国的乡土文化所结合起来 这上面应用得很好 我觉得它的文学功率非常高 但是它文学上并没有真正的一个突破 或者把汉文去一种提高 这是它没有的 另外我还想说 就是我们在海外的人 不要忘了 我们曾经在国内的时候 不管是你显得个人总监 还是等等所有的言行 我们都不得不跟共产党再唱战歌 在这一点上 一定要理解莫言身处那样一个环境 就是如果他是个文学家 他绝对不是像刘晓波那样的政治家 我是非常欣赏刘晓波的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反对刘晓波 另外我还想说 就是在莫言 作为它以一种比较隐晦巧妙的方式 让你感觉到对这个社会的一种厌恶 或者是对共产党某种执政的一种反感 这已经达到他的文学的一个水準了 不要一直他还指出一个思想性有多么高 或者又指出共产党的本质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对文学家一种苛求 好的 谢谢王先生的电话 对 王先生刚才的意见非常中肯 就是说谈到了这个文学 到底是对这个社会的影响 以及在那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下 人到底该怎么来做的 那可能我们接着讨论这个时间已经很有限了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的来讨论 那么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那么我们在下一节当中 将来详细的回应一下观众朋友的电话 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观众们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还是先来接听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是纽约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请讲 嗨 嘉宾好 主持人好 共产党希望利用这个来为自己贴金 但是我想就是结果最后 他不意义的词 为什么 因为莫言他自己的一生的经历 如果你仔细想的话 他本身就是对共产党的一种控诉 他说他的想象力就是 小时候被饥饿出来的 这本身就说明这个政权就是不好嘛 要不然在一个最需要营养的时候 为什么受到饥饿呢 另外 他写的这些文章 当然他没有直接写 但是你仔细读完以后 那么很多人就会想 为什么这些百姓会那么悲惨 为什么他们会受到那么多的折磨和痛苦 那么这一点 你仔细一想的话 也是这个政权造成的 所以说他的作品 你只要仔细想的话 就能够发现 他其实也是在控诉这个政权 另外 包括我嘛 我自己也想 就包括我的妈妈 他有一次 他病的时候 我叫他 他说他不能吃饭 我说那你嘴里的西饭吃 他说我不敢吃西饭 他说我一次 想起我 我那个60年代 那就想吐 所以说因为他那个 这就说明他当时就没有干饭吃嘛 最造成的结果嘛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周先生 我们再来接听加拿大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刚才话没说完 你好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那个 很多人说呢 魏延的写作水平 底那个高情念要高很多 我绝对不这样认为 因为高情念他的作品是 把当时一种意识流 昇华为一种语言流 而且高情念在写作过程中 通过你我他一些那个 一些那个巧妙的 一个很自然的转换 然后用第三只眼 冷眼看世界 真正达到了一种 汉文学的一种 生活 虽然他的作品 那个被很冷遇 就是卖出去很少很少 那莫延的作品 虽然卖了很多 但他挺顶是一种 把那个西方一种 魔幻主义 跟相处的结合 并没有是在那个 艺术上的某种生活 他虽然写得很好 我也很经常 因为我也很想出一下 就是那个 诺贝尔文学奖 这样选择莫延 我认为他是有一种 战略上的思考的 从此以后 你共产党 怎样面对诺贝尔奖 不管是和平奖 还是文学奖 你如果一味地说 到莫延这边 你们就得一条正确路 这样绝对说不过去 而且共产党以后 必然是会捧莫延 他会用国家的力量 这是莫延获奖 跟其他所有的获奖 不一样的地方 他的未来会有国家 中共的强大支撑 但这样的强大支撑 很可能是因为莫延的 以后的某种言行 或者某种社会的趋势 使它崩溃于一旦 这是共产党 必然走的一条道路 所以我对莫延获奖以后 我并不觉得是 对我们 就是向往民主自由的人 是多么大的伤害 也未必是共产党 所获得巨大成功 至于说 如果是国家形象的体现 那更是可笑 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小国家的人 所以共产党 一厢情愿下去 它必然会走到 一厢情愿的垮台的一步 谢谢 好的 谢谢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肯定是在 文学方面的造诣 很深很高的 对二位回应一下 我有个印象 对观众们 确实在相关的问题上 有很深邃的观点 我就是想到哪 说到哪 我觉得关于文学 和政治的关系 上海的彭先生提出来 在记者对莫言的提问 也提到这个问题 他自己也有所表述 好像这是文学的胜利 不是政治胜利 那么听起来 它是文学和政治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仔细想一下 其实这也回答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他如果把政治的角度 来看他的文学作品 反映了内涵的话 那么实际上 它不符合人们的期待 也就是不符合人们 对文学的期待 因为文学 人们死然死然的会想到 文学是反映现实的 或者反映人的思想 人的精神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的人 他的思想 他的精神 怎么会和社会制度 和社会现实没有关系呢 你把它割裂开来 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他等于间接地承认了 在政治上 它是和中共是一致的 在这个文学上 它有它自己的建树 我想这一点勿容置疑了 那么至于说 关于他的文学造就 我想我本身不是研究文学 但是我想刚才 王先生的评价 已经很中肯了 就是说他的 从文学创作的技巧 他的运用文字的能力 这些方面 那么它是 包括他借鉴一些拉美 其他国家的一些艺术的 这种表达方式 真正说在文学本身 比如说他有多么大的创造 或者多么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已经是 交给文学院来评价 我们就不说 但是对于他的作品 对社会的影响 我倒觉得 如果他的这个作品 让我们这个海外 这个很清醒的 能够很清醒的 看待中国现实的 这些观众来看 他的作品 不会有什么多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刚才 王先生讲 说对于这个 不管是民运 还是争取自由民主的人 还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看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面对的是中国十几亿 其中有很大一部比例 并不了解中国现实的 根本原因 或者说对中共的一些做法 一些看法 还有一些认同的 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他看到 这个国际社会也承认了 中共所允许 所推崇的人 那么这一点 就是中共的合法性 就会好像是加强了一样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我们 这个大家都很清醒 知道这个讲 也就是个讲了嘛 对吧 他对我们这个文化 不会受这个影响 那么不受影响 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多大言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来谈 这个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是觉得看到 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 很多人就拿这个 国际上的承认 实际上是中共造成的了 拿这个承认来代表 我们是正确的 好像不得到 国际上的讲就是错的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谈的不是对 莫言这个人的评价 甚至不是谈的 莫言或诺贝尔奖 这个事情本身 更多的是谈的是 他可能潜在的 对中国的文化界 甚至是高分的影响 如果中国人都有 比如加拿大王先生 这样的一个素养 能这么深刻的看问题的话 我想问题不大 我最担心的是 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说当这个 很多年轻人 当他从文学 通过文学来看世界 通过文学来理解 对于人生 各方面的建立世界观的时候 那么文学 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 世界观的塑造 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为什么我自己 从这一点上 担心的更多一些 当然了 另一方面的话 就是中共本身 这个政治集权团体 它利用整个这个事情 会把中国的这个文学管制 推到什么状态 这是我另外一个担心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对于当然 我就说对于莫言的文学素养 这个当然是没问题 当然我们也没有要求说 此时此刻 我们要求从此之后 或者是历史上 它应该完全站在 其实先民地站在 反正中共那个力量上 我倒没有这样的决定 它有它自己的言论自由 这我同意 它的书 它可以任意发表 它什么写都行 问题就是说 它获奖这个事情本身 对于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的整个 未来文坛的发展 有什么影响 这是我们在谈的 我觉得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文入其人 他获了国际上的肯定 获了这么大奖 如果是一个正在学习的学生 肯定觉得这是好的 因为他在接受 人们告诉他的知识 他肯定会觉得 这个作品 他的作品是好 那么由作品及人 那么可能会对他 所有的作品都觉得很推崇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讲 没有很深细的思想 很容易这样做 就是这个又影响他的一生 那么他对 我们刚才谈到 他作品的一些细节 或者说他有一些 我们作为过来人 可能有不同意见的 这样的一些描述 或者文学上的一些东西 那么对于年轻的学生来讲 他可能就很容易 与全盘接受 那么就觉得 这个人是个很伟大的人 那么他的思想很深邃 我们以后要沿着他的路去走 就是我们走过来 都是这样 容易这样去 自然而然的了 所以我觉得他对 下一代的影响 如果任由中共这么去推崩 去这样去宣扬 如果这种现实 担忧变成现实的话 我想那是很乐观的一件事 其实就是说这个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国际上 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 当然一方面的话 当中国一个作家 得了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 实际上就让世界就知道 中国有这个文化 这样的一个很高境界的作者 当然一同时的话 他的作品 如果全世界去看的时候 那么世界会怎么看中国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对中国文化 在世界人的眼中中 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的 两个非常明显的概念 就是说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同事 问我说 你们中国有 就是人平时就是说 有没有那种去享受文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就很惊讶于他为什么问我这个话 另外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我记得有的时候看完神运以后 旁边有一个西方人转过身来 跟我说 我觉得你们中国人是蛮粗的一个文化 没想到这么细腻漂亮 当然就是后来我反思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子的 对我们中国文化 中国人本身富有一个认识 我回头来就是很可能就像洪高粱这样子 影视片和过多的就是展现中国粗俗 没有展现中国文化历史细腻深远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太不成比例的给国际上展现中国 这种侧面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是说 它的影响就是不全面的 或者说是个负面的对中国传统文化 或者对中国整个文化形象的一个影响 对刚才那个加拿大王先生也谈到 就是说他作为在体制内的这么一个人 在中国的那样一种体制环境下 那么他能再这样用他的文笔来去 想要揭示一些东西 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我们不要对他有过多的苛求 我们住在海外没有这种压力下的 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这种考虑 其实从个人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见得莫言 我们在一起说一说 我肯定会祝贺他获奖 因为这是他个人努力 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结果 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这个我一再重申 就是一个作家他对社会 他的影响 特别是你这个得的奖次越高 你的名声越大的时候 这是我个人行为 你是有影响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奖项发下来之后 他个人当然成功的标志 可是对社会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考虑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这个文学院把这个奖 奖给中共体制下 这样一个方式创作的人实际上对中共是某种程度的肯定 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中国老百姓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导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这个好像忽略这一点 对这个负面影响不是我们说出来的 是很多中国的文坛的人提出来的 就是说他们觉得莫言获奖肯定对于未来中国文坛的质固 可能不会因此放松而会更加严格 因为确实实在他的质固下居然长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来 就是对于中共目前的质固的这种运作方式是一种肯定 还有一点对于莫言争议的就是他在获奖之后 接受凤凰台记者的采访的时候 他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 这句话也是被很多人够并 像他有很多这样的言论 就是他甚至说呢 也说了一句说了说那个 某种上讲这个文学就是这个言论审查是个好事 它可以激励人的这个创造力 就是呢这是他的一种就是说 他是觉得他自己很聪明可以 他激励人的创造力 当然就是有的人就立刻回国反驳说 这是完全是荒谬的说法 你这样说的话 把所有人关到监狱也是好事 他可以磨连人的意志 邪恶就是邪恶 就是说呢 他就是反人类的这种做法 他自己都把名字给命名成莫言 我们如果换个角度 如果没有中共的审查制度 把莫言放在一个宽松自由 哪怕是在国民党那个时代 那个有一定是这个这个限制的时候 我们注意 他肯定会比很多人做得更好 是一定会比他自己现在做得更好 对吧 他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的根源揭示出来 或者至少可以让人们去 这个自然而然的去思考 把他的这个对现实的描述 升华到一种对这个问题根本的 这种这种这个思考追求 而现在呢 我觉得这种力量就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审查制度实际上 很明显的还是限制了 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作家的一些创作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自己曾经手抄毛泽东的延安文一座谈会上讲话这件事情呢 表示不后悔 我看也有人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他的这种不后悔 日后可能要面对自己的这个不后悔而后悔 不过是这样 就是我同意很多人说话 就是说呢 中国的文人确实实是走一个非常艰难的路 就是说呢 一方面的话 他们要生存 他们甚至呢 想是过得屋子上很好 就像他评论奖以后马上要在北京买房子 那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他又要面对就是创作的这种 就是空间和中共前置的这种舆论前置的空间之间的博弈 那么呢 确实实是他在很多文人 就是说特别是体制内的文人都在走一种夹缝的道路 是不是对这些人我们要求又很高 就是要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反中共的方式去做 那么呢 我们只能期望不能要求 就是只能说是 期望他能当时坚定的认清 这个所谓的毛泽东延安这个问题讲座 是个什么形式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不能说他坚决不能写 但是呢 确实实实呢 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绝对有骨气的人 他自己承认说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懦弱 对 对我们也其实刚才王先生讲 好像是说大家要求他怎么样 其实呢 对一个作家我们真的不能苛求 尤其在中共这种环境之下 但是不能苛求 不等于说他这样做的 真是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这个 换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他这种东西 如果放在历史上 放在一个过了几几年头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刚才你说他后悔 我觉得他可能很快就后悔 因为我们想象 如果他说我后悔了 那么他可能中共立马就把它变成第二个高兴建 那么如果他不说这句话 那么他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可以体谅他所出的这个 也许是言不由衷的 对也许言不由衷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去看 如果我们有机会 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 阎文艺所谈会的讲话 你就可以看到 明明白白的 毛泽东是把这个文艺 是当做政治的工具 你在这个事情上说 不后悔 也就是他甚至说 他有合理的成分 那么不管作为莫言 个人愿意不愿意 他的作品 他的获奖 被中共拿来作为政治工具 这一点是已经是摆在大家面前了 当然我们确实也有网友这么谈的概念 就是说 片面的指责 莫言没骨气 而不说中共 事实上也是一种错误的方式 我觉得是对的 就是这种方式是对的 就是说呢 莫言这个人本身 我们是说 他就是说的 不是一个就是伪案的一个 你也不可能要求他是玩人 但他毕竟 他毕竟是被迫的 真正邪恶的是破坏他那个人 就是实际上扭曲他人性的那个体制 就是中共这个方式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某种上讲 大家说莫言的时候 其实呢 是真正的是直接直指中共的 应该是这个矛头更多的 应该是看出中共的 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分析的话 你觉得中共他下一步 如果想利用莫言获奖这件事情 想要通过宣传也好 怎么样也好 能还能做到什么 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从文化上来讲 他展示的就是说中共的文化 其实是先进文化 传统的其实还真是不好 我觉得这一点给我的印象非常强烈 我看过他看到的作品 给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就是说这一点是符合中共所需要的 那么如果照着这条路上走下去的话 对于现实问题 如果作家们要反映的话 你也只能是去说中共这条线 这个高压线你是不要碰的 你去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好了 好像画了一条线 你以后的文学家艺术家 你该怎么去做 就可以成功 对吧 这一点我觉得是对于很多作家 可能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有一个作家评论 我觉得觉得很现实 他就说如果说他和历史 什么现实 什么是这个魔幻的这种技术的创作 这个得到大家认可是可以 但是要说和历史有什么关系 和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 那就说远了 我觉得这一点很中诚 对本身来说的话 我还是那个话 就是说希望 希望这个就是大家能清醒看到这一点 实际上网民这个争论 就是没有一面倒的 哇祝贺高兴 全中国人都自豪 其实这个一面倒的这种 就是说大家这个争论 就是没出现这个争论 就本身说明了 中国网民其实已经在成熟 就是说不如这样讲的话 这个高刑件获奖官方民间的对比 所以大家已经都看得非常清楚了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到了 非常感谢两位的 对这个孟严和他的作品 这个人的一些分析 那么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